緣 天以不見為緣 地以不逆為活 人以心腹為緣 人要順應天意 並要逆天改命 圓圓學會 為你解開圓基 這個禮拜香港發生了很多事 其實會不會有跡可尋 會不會是在今年整個盤裏面 有少少團機 我不能夠肯定 因為大多人的想法 好像很馬後炮 但如果發生了這些事情之後 會不會是有方法可以避免呢 會不會還會發生呢 這集是我們一定要探討一下 有段時間大家都有很多選擇 不如我們看看這個風水圖 2023年貴卯兔年的風水佈局 如果你看看五王在哪 就是右下角寫著 五王碎殺和蠶室的位置 其實非常簡單 就不像某作家一樣 很多人說他不准有這個 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 每逢五王星到其中一個方位 就會有麻煩發生 其實23月的時候 在龍尾村附近 那間屋子有些麻煩 有個命案出現了 這次合哥有事 他居然又在那裏再發現 另一些的命案 其實我去過那裏看風水 也對白虎偉有少少概念 另一條片我們會出來跟大家講一講 但如果這樣說法 大家想一想 其實如果說起這個五王星 大家要留意 如果下一次再有問題 應該是9月左右 因為9月的時候 那個星的分佈 再一次不利於五王 以及不利於龍 當然大家也會想 為什麼一定是龍尾村 又或者 為什麼不會是觀龍樓 或者其他有龍字眼的地方 都會有問題 為什麼一定是那裏 其實很簡單 因為每一件事 一定要找他的起點 他的起點等於 在哪裏下了第一隻牌 如果在那裏發生了 就很大機會第二次都會發生 所以如果這類型的案件 例如說 跟少女有關 跟一些突如其來的命案 而且是非常殘暴 非常令人很廢假 也都是 看到畫面都覺得很可惜 令人很不安的話 就有機會在9月附近了 當然也都不希望發生 希望可能香港也是一個福地 我知道 看到這個節目的朋友 都是對人性 有一種非常之尊重的立場 所以每逢發生命案 大家要思考的角度 必須要想 究竟是那個地方出現問題 是不是那個命盤出現問題 還是有一些前世今生的業力 頂住了一些東西 所以就會發生這些這麼大的災難 站在我們拜神信佛的角度來說 如果一個人做了大量的善事 某程度上是可以 避開這些劫難 其實站在風水角度來說 每一件事有它的運數或者氣數 如果一個地方它的建築上面的結構 是犯了一些風水上的問題的話 這個運數或者氣數有所改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記不記得 在幾年前的一個商場 就近海邊 在尖沙咀 在尖沙咀 K不知什麼 然後妙不知什麼 C 那裡久不久 有些命案發生 也有說過 有一些人在很高的地方 跌下來 如果你看看照片 你會看到有個特徵 就是商場上面 是穿洞 有一塊玻璃 在尖沙咀 如果我們這個商場 剛好 Hollywood廣場 也會看到有個洞 在尖沙咀 在風水上的角度來說 我們叫做天門犯煞 天門犯煞 內流有些問題會出現 當然 有人會說 這樣說 是不是有馬後跑 還是怎樣 但很多時候 有些事情發生了 才知道其實是因為這件事 在很多 在很多案例裡面 其實大家都會知道有這個問題 因為始終風水不是科學 它不會做一個假設線 很多時候是原來這樣發生了 就知道它的結構是跟什麼有關 當然如果是對人類 對人的生活 對人的健康 幸福是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大家就應該要認真去聽一聽 或者去處理 風水上有一個說法叫做白虎殺 究竟什麼是白虎殺呢 有句說話叫做寧願青龍高一象 不讓白虎高一頭 對於青龍和白虎這些方位 不能夠不講究 對於青龍和白虎這些方位 一定要留意 尤其是青龍代表貴人的力量 代表男主人運勢 白虎代表家裡的女主人 或者一個地方裡的女性 如何判斷青龍和白虎方位呢 風水學說裡 其實白虎位是用天文地理去模擬出來 左邊的青龍方其實是28星宿的東方青龍 右邊就是28星宿裡的西方白虎 所以就變成左青龍有白虎這個說法 如果要認真探討龍虎位的前提 最重要是必須定立座向 找到這個座向 就可以找到青龍位和白虎位的座向上如何佈局 但俗語又說 逼虎傷人灑血光 即是說如果白虎位比較高 例如有建築物壓住 就會令到白虎傷人 在家裡的小朋友到大人都會容易有血光之災 甚至乎開刀橫抹的疾病 所以大家看到在這個區域裡面 尤其是現在大家所見眼前的地方的畫面 那個白虎位尤其是右手邊 有一條爛爐或者一個水滑在這裡 如果在現場所見 那些屋和右手邊的白虎位是極度接近 所以如果今年有兩個命案在這裡出現的話 其實都是比較麻煩一些 如果要化解 非常簡單 在那裡種一些樹 或者令到那個白虎位 盡量不要那麼一岩一忽就會好些 枉死成是民間信仰裡面枉死靈魂的居所 因為人的壽數是由上天所限 但是如果經過一些北測 令到一個人提早身亡 如果這個人並非大善大惡 甚至乎大有冤情 即使無法立即升天 甚至乎進入地獄 又或者留在人間報仇 地藏王菩薩就安排了這個地方 設在地府裡面 令到枉死的亡魂可以居住在這裡 直至到原有的上天所限 受數終結為止 然而在正統佛教裡面 沒有枉死成這個說法 民間認為如果可以為枉死的人多做功德 他留在那個地方的日子 就可以盡快減少 甚至乎有一個說法 地藏王菩薩也會指派牧連尊者入去 道化裡面的冤魂 由於死者在枉死城裡受盡孤寂 甚至乎受盡死亡當時身體遭受的痛苦 在民間信仰裡有一種叫破城或者打城的超渡方法 是一種法事 相傳如果可以請到得道高僧或者道士進行 可以感召神佛 救拔冤魂離開這個枉死城 在台灣的說法裡 其實枉死要救贖的亡魂 整個儀式是經過十節 第一請神 第二招魂 第三敗插 第四破路 第五卸子 第六出城 第七食藥 第八拜飯 第九過橋 第十送亡 其實一系列提供的情境和過程 主要是讓主家和亡魂進行溝通 如果經過摘幾次咬杯 或者請到先詩樂壇 甚至乎可以感召神佛 又或者再借用同機的口述 講出整件事的困境 可以令靈魂和祖先相信 在這個情況下 有機會可以打破枉死城 以及逃出生天 近來有一位作家在社交平台發表了一些偉論 大家不妨先看看她說什麼 她就說 請大家不要提我 說我很準 我寧願大家繼續笑我神滾 希望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亦都這些慘劇 沒有人會希望出現一次刀完 多遠死死死安息 其實香港人很喜歡投機 所以出現了一批我們叫術數派的投機 即是說 既然沒有什麼混合 不如隨便找些東西混合 試試混合術數看 能不能混合 這樣又被她搞定 她又真的找到淡食 但是抽水或者發表一些評論 其實都要很留意一些社會上的情緒 如果她這樣繞一個圈去說自己準 甚至乎去另外 最後大家可以看到文字上 她在銷售一個Course的話 似乎是低手了一點 如果她認為這樣是活動 真的要去加一加智商稅 希望我們在風水界裡面 或者在坎魚術數界裡面 大家可以用一個平和一點的態度 或者用一個再認真一點去研究或者分析 例如你提供一個什麼分析邏輯 你想想的析材是怎樣想出來 還是隨便說兩句就算 當然也在很久之前有一位大師 曾經說過 風水最高段數就是斷鼓無痛苦 這樣也是深入雲深 但是如果到了這代2023年 在八運轉九運的時間 再是高級檔備級的話 真是被人少到上天花板都不行 今集是這麼多 下個禮拜我們再見 佛法師父 經過法力加持 可以達到招財招人員的效果 經就經過開光加持 而且是可以洗走的婦姻 維持大概兩星期 隨時可以洗掉 而且有大量不同的圖案可以選擇 經過法油和金箔開光 天四日似乎轉運 四面神在東南亞來說 是一個非常有地位的神明 因為每一個人想求任何事 都會向四面神稟告 想跟大家說一說 關於在左頓裡 其實都有一個地方可以擺四面神 其實四面神是等於哪四面呢 第一面正面就是事業 如果你想事業順利 就請你在第一面 向他許下一個願望 第二面就是財富 或者是正財偏才 如果你想財運順利 請你在第二面 誠心在那裏求你想求的事 那你的正財還財偏才都會順利 第三面就是恩怨桃花 如果你在第三面那裏誠心上香的話 四面神就會安排一個好的祭願 來一個好的桃花 讓你可以有一個圓滿的恩怨 第四面就是健康或者人丁 如果你自己有些不舒服 或者你家裡也不舒服 甚至你想為你家人去許下一個心願 或者待他們上香 都可以在第四面這裏誠心上香 四面神本身坐落於左頓 但是在當時這個情況 因為太重拙了 我們就未有一個好的佛塔 去供奉四面神 經過我們計劃和長途拔蝕 在泰國請朋友來幫忙之後 得出現在這個面貌 現在這個面貌 其實是合乎四面神本身的特質 即是他掌管人間的榮華富貴 既然覺得上榮華富貴 所以佛塔必然要是金光閃爍 或者是金碧輝煌 所以大家會看到在香港 或者是世界各地 尤其是在東南亞 在泰國 四面神的佛塔 或者他坐落的位置 必然是金光閃爍 其實是象徵著他所掌管的 陳世間榮華富貴 如果大家有這方面的追及 記得誠心去求拜四面神 佛燈來講其實是源於古代佛燈不滅 什麼叫佛燈不滅呢 就是等於佛像或者佛壇或者神台的光輪 是永久不滅 象徵著佛祖或者其他神靈對於我們的眷固 是永不滅滅的意思 現代來說因為基於安全理由 就通通改為電燈了 所以佛燈是等於佛教徒或者信使 所求的信息 藉著這盞燈可以品嘗上天 去言諒我們心中的一個自聖燈 令到我們的路途、我們的運勢、我們人生的道路 可以走得更加順利